很多人会把车当成是家里的一份子 而且车也是承载全家幸福的第二个家 而有了家庭之后 其实你在购车的考量上面 跟单身的时候真的有着天壤之别 在空间 在安全 甚至于在配备上面 都要能够方方面面 客户心爱的家人 那么今晚梦想街57号 就带着观众朋友来看看 如何升级为豪华的家庭用车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位观众朋友他的换车需求 他说现在他想要换一台 七人座的SUV 那我们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们先看看他的现况 他说我现在目前开的是 这个Infinity的QX50 其实他已经是休旅车的受众 另外他这部车其实平常是由太太来驾驶 真的喔 他就是在这个新北市以及桃园之间的通勤上下班 那假日的时候才会由他使用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想要换这个七人座的车型呢 而且他目前锁定的都是三排座位的5加2的SUV 因为我们家即将迎来三代同堂 所以有假日出游必须要有三代同堂的状态 恭喜他家里有新生命的出现跟诞生 那所以他考量了三部的5加2的七人座的SUV 其实也很有趣喔 因为他也有预算上的限制 而且他说明了我希望在300万这一个区间带 另外我不要电车 我不要电车 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喔 还是以燃油车为主 所以基本上他现在使用的是Infinity QX50 所以他去看了Infinity的QX60 这个车价从268万到285万之间 刚好在他的设程打击范围之内300万以内 他个人非常喜欢Infinity这个所谓高级的这个质感 但是他说这个车实在是有一点点太大台 老婆呢其实从桃园跟新北之间的一个通勤 感觉真的是负担太大 另外他说3.5的这个税金 给老婆用也过剩了 其实算是一个浪费钱的状态 因为不管是油耗不管是税金等等 都是一个额外增加的支出考量 另外他学了Volvo的XC90 他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说哇这个有BMO的音响 然后呢而且这个车子又非常的安全 事实上三代同堂你看看 三排座椅坐的都是你最心爱的家人 以这样子一个Volvo的车型来讲 他对于他来说他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他说不过呢这个他喜欢这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车型 才会有配备比较高的配备 可能就要再捏一下 捏一下才能上去的这个买这个车型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因为他即将要迎来这个三代通堂 所以应该是新生儿的baby对不对 其实Volvo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他有这个空气清净的一个装置 这个对于新生儿或是幼儿来说 在车内承载其实是非常棒的一项配备 这一点如果他把它列入这个产品考量的话 我相信是值得他捏一下上去的 那当然他觉得这样的车款 让这个太太呢 从桃园跟新北这样子每天的通行行驶 也是什么比较安全他还比较放心 另外当然是这个奥迪的Q7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old school的这个感觉 看起来这个车子有质感 但是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不过他还是想要去这个展示中心来试试试驾一下 看看这个车是不是有如他心中所想的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车子基本起跳就已经是来到了新台币的316万元 所以算是超出他的预算 其实如果对于他来心理精心中的目标来说 Infinity的QX60 Volvo的XC90 以及Audio Q7 说实在他自己都已经把这三台车的优劣缺点 在他的用车需求下 已经列出了给分的状态 我认为Volvo的XC90 我就认为他新有所属是Volvo XC90 那当然XC90确实可以符合他的需求 也可以让他有很安全的一个卡 尤其是Volvo很多在安全部分 都是以家人为第一优先的出发点的设计面向 我觉得只是他还没有办法找到 说服他自己捏一下 上这个高阶规格车型的这个点 他还没有找到 所以我觉得他去试试完Audi Q7之后 你也可以试试一下Volvo的XC90 详细地看一下各个规格的配备 或者是说 可以看一下我们节目 让冠宜跟他来一起赏赏车 好好的研究一下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既然艾大这样讲 那么观众朋友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 Volvo的XC90 是不是能够全方位的守护到家人的需求 阿克 带我们来看看 我想XC90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他都不陌生 因为其实现在马路上能见度也是非常的高 可是因为他有很多种不同的规格 最顶规就是PHEV 也就是插电式的油电混合动力的系统 那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说真的像这位观众朋友他的需求的话 你会怎么样的建议呢 像今天的这一台 他就是刚刚冠宁讲 他是这个PHEV的这个车型 而且他是这个顶规的T8 Recharger的车型 那这台车呢 我们可以先看到他的这个整体造型 整体设计 那刚才艾大也讲到说这台车 其实他在这个安全性方面 真的无庸置疑 那他在这个奢华气派的营造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车头看起 其实你从这个这台车的正面看过去 你就觉得他就是有这种大般的这种感觉 真的 因为他这个车子 他车长他接近5米 那轴距呢也是将近3米的这个设定 那他这台车 因为毕竟你是要考量是这个7人座的设定 所以说你的车身尺码其实要有一定的水准 那当然轴距也要差不多越长的话 你也带来给那个内部空间更好的 因为要放下三排嘛 对 没错 而且其实XC90啊 在欧美地区啊 它的销售成绩非常非常好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车测好了 那这台车的T8 Recharge 我们也看到说他这个搭载了一个这个20寸的这个双色铝圈 其实这个搭配它这个相当大的车身 其实也是蛮适合的 很大气哦 很大气 然后这边呢是这个充电孔的这个盖子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车测 然后车内的部分好了 我先打开车门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有温度的座舱哦 对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车门 可以看到它有这种利用这种 就是这种蜡木的饰板 然后搭配这个很有质感的这种网状金属的这个饰板 然后到车内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革的运用啊 包含说我们看到这个仪标板是这种12.3寸的那种全萤幕的数位仪标板 然后搭载中间的一个9寸的这个直立式的荧幕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看它这个排档头 它是这种水晶排档头的设计 对对对对 所以整体的质感呢 就是带起一个很棒的质感 对 果然是豪华品牌 那甚至于你看哦 像那个挡风步的前方 它是不是有一个音响 对 它有一个那种中间中声道的这个音响 对 当初其实有很多人在测试这个XC90的时候 有一些那种专门玩音响的人 就是说他们有去测它的整个里面的场域 他说很少车子可以做到那种专业等级的 那XC90真的就办到了 对 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说 它的这个双座呢 它其实它的设计就是非常符合这种人体工学 做起来 实际做起来相当舒服 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说XC90 它还有配备这个4C底盘 然后搭配这个气压式悬吊 那4C底盘呢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就是根据车上的这种感应感知器来侦测路况 然后它又可以去主动调整说悬吊阻尼的这个软硬 然后你在而且它还可以就是切换驾驶模式 你在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模式它的气压悬吊可以去主动调整它的车高 了解 意思就是说即使遇到比较不平的路面 它都可以感觉到很像如履平地的那种感受 对 没错 如果说你是想要就是那种喜欢操控比较操控派的 比较热鞋派的 对 比较热鞋的话 Chair Sport 对 Chair Sport模式它的这个车高其实还会在就是降低一点点 然后带来就是这种 有力操控 对 然后让驾驶中心再低一点 你的操控感受就会更好 所以其实它也照顾到驾驶者的感受 对 没错 一个热鞋爸爸又要兼顾全家人的需求的话 对 就是这种乘坐舒适跟这种驾驭的热血 其实它都顾到的 那我们另外来看这个车尾的部分好了 对 然后我们来看 好 你看这个车尾的设计呢 就是一个很典雅很经典的这个 战斧式 对 它的这种直立式战斧式的尾灯 然后呢 虽然它是七人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后座 行李箱的空间表现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有这个三排座椅 它这个在这个七人座的设定下呢 后面的行李箱的表现大概是两百多公升左右 可是呢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载那么多人 其实它第三排你看它一键 一键它按下去以后它的这个头枕 就会先折起来 对 折起来 而且你看它折起来其实相当平 它跟这个后座的这个地板是完全是 而且质感很好耶 是有这种毛的这个 豪华品牌就是这样 对 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二三排座椅 全部倒的状况之下 其实它的这种行李箱浓机 就已经有到一千八百多公升的表现 对 其实非常够 对 当然你这种三排座椅 你不管是做人啊 还是说你要就是载东西 这样的这个其实都能符合你日常的需求 没错 一般家庭的用车 大家想要的就是 这个空间要够用嘛 还有车内的所有成员 要坐起来够舒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